不過相關案件在台南市出現了第二期的個案 我們來看到這一名是50多歲的婦人 她是21號去保齡茶室吃茶餅屌 當天就上吐下瀉 而且甚至呢還出現了茶色的尿液去就醫 那等到她到醫院的時候幫她檢查 這肝功能已經飆到了8000多 就轉診到台南市立醫院去檢查肝腎功能 都有異常 那隔天就爆發了急性肝衰竭 目前人就在加護病房救治 那麼意識是清楚的 所以就問她說那你這一段時間的這個狀況 她才說這其實這段時間因為沒看新聞 是一直到醫院 有家屬跟醫院方人員問她 她才說我想起來 我有去這個保齡吃過茶餅屌 所以才會在昨天被通報 是這一次的個案之一 50歲婦人在保齡茶室吃了炒果條 引發急性肝衰竭 目前正在醫院加護病房治療 剛開始症狀並不很嚴重 那兩天的時間 她也認為說有上吐跟下歇 這名婦人 二十一號下午一點到兩點間 前往保齡茶室 台北信義A13店用餐 當天晚上就出現症狀 一開始並不嚴重 她忍了兩天後出現茶色尿 二十四號到台北仁愛醫院就醫 當時肝功能指數已經飆到八千多 醫院建議住院 她為了家人方便照顧 轉整回到台南市立醫院 經過檢查肝腎功能異常 隔天病情加重爆發急性肝衰竭 在本院這時候抽血的肝功能 GOT是一萬八千多 那GPT是一萬三千多 病患在加護病房意識清楚 但因為身體不適的這幾天沒有關係新聞 直到醫院多次詢問 她才記起 二十一號中午的確曾經前往保林吃炒果條 院方隨即通報衛生局 婦人目前肝功能好轉 肝功能還沒有完全恢復 持續治療中 另外台南這名女子 二十二號前往保林茶室 吃了滑蛋核粉 出現腹瀉 胃寒 噁心和嘔吐等症狀就醫 因此保林茶室疑似 食物中毒案 在台南已經有兩起個案 記者姚文華台南報導 靠敦 瀘� 靠 尼